早安TVS的陳建快 希望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要帶您看到的是 國內又有人搭機後就失聯了 而且他跟先前失聯的屏東高直升 都是在同一天搭機到泰國 所以現在親友也懷疑 背後是不是有同個人蛇集團呢 根據中時的報導 這是一名彰化的25歲的夜姓男子 同樣都是在9月8號 飛往泰國之後就失聯了 而其實他會出國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網路上遇到有一名網友 說他提供高額的利潤的工作機會 所以他最後就辭去原本的工作 飛往泰國 但是沒想到抵達之後就失聯 不過根據了解 其實他最後的位置 是在泰國的達府梅索縣 這個地方其實距離緬甸的詐騙園區 是非常近的 因此現在家人其實都非常的擔心 是不是已經被賣到其他集團裡面 而目前這整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超過兩週 所以家人現在已經緊急報警 也急尋各界的協助 希望來擴大松尋 來尋找男子的下落 好 接下來是國際的焦點 要帶您看到 這個以離之間的衝突 還會再持續擴大嗎 因為以色列是攻擊裡巴嫩 但現在也準備對地面的行動做出準備了 根據佑電的報導 以色列的國防軍的參謀總長 他就說會繼續針對真主黨的基礎設施 展開空襲 而且剛也說了會為地面行動來做出準備 他就說了以目前來說 以色列的軍隊是全天都在進行攻擊的 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弱化真主黨 而且強調面對現在這個真主黨擴大火力的範圍 也會給予一些強勁的回應 所以包含了美國總統拜登 其實也強調 現在中東是真的非常有可能會爆發全面的戰爭 所以上次CNN的報導就點出了 美國其實現在正在緊急的制定影像計畫 所以主要就是希望可以緩和 以色列跟真主黨之間的緊張局勢 除了美國現在希望可以緩和緊張局勢之外 他們現在還面對的是駭客的入侵 因為有這個駭客組織 也就是閻台風 是入侵美國多家的網路業者 但是現在被點名 這駭客組織似乎跟中國是有點關係的 根據《就時報》報導 這閻台風是一曲竊取敏感的資訊 所以就被跟中國的網工計畫做出了一些連結 另外美國官員也警告了 說現在中國正在深入攻擊美國的重要基建的一些計筒 包含了進水的處理設施 或者是石油的輸送館 也是僅這非常有可能對民眾的生命是造成威脅 不過中國駐美大使館目前對相關的報導 還是沒有任何的回應 同樣要關注的還有美國總統大選 因為現在在美國的主要穆斯林的團體 是表態力挺要支持賀錦麗了 根據這張社報導 這就是穆斯林的倡議團體 他們叫做安格齊行動 他們現在已經正式表態了 就是要支持賀錦麗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 川普其實對整個穆斯林的社群的危害 是還要更大的 甚至更點出現在擊敗川普 是保護整個穆斯林社群的集體的責任 因為像是過去在以色列在加薩戰爭當中 還有後續帶來的一些悲劇 其實都讓他們坦言是感受到非常的痛苦 所以這回是表態要支持賀錦麗 而其實在過去 他們也曾經支持過拜登 而且在2020年也動員了100萬名的穆斯林的選民 最後一樣是國際焦點 要帶您看到這個澤文斯基是發表了演說 而且他在這個聯合國的大會上面 就是指控俄羅斯現在是要計劃來攻擊核電廠 根據這張社報導 這澤文斯基他就說了 他說普欽現在是在策劃攻擊烏克蘭的核電廠 而且這樣的計劃 當然會帶來所謂災難性的後果 還有點出他們有蒐集到的情報 顯示出現在俄羅斯正在透過衛星來蒐集有關核能金屬設施的一些資訊 所以就強調了 如果真的發生了重大的事故 是非常有可能會引發核災的 而同時他也質疑了這個中國跟巴西促進他們與俄羅斯談判的背後動機 所以也再度的重申說烏克蘭人民永不接受外部強加的協議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舒睿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